我刚才下午回来了 然后在家里面 感谢点赞 我爸我妈他们都没有在家 他们都麻的很 不知道麻什么一天 感谢点赞 谢谢 晚上好 直播间一千多人了 咱们赞赞点一下好吧 飞翔一下群里 好吧 家伙妹 给阿伟飞翔一下群里 人气往上走一走 对打一拨杀人 谢谢谢谢 我本来今天有点累 不想直播的 但是呢 呃 还是有点想你们了 知道吧 因为我知道家伙妹 我不开直播 他们都很想我 所以我就直播了 其实我也很想你们的 家伙妹 因为咱们 认识这么久了 对吧 有时候呢 呃 我也就是说想和你们聊聊天 那种 我爸没有在家 我爸他出去 出去运动去了吧 下午跟他打了个电话 说出去运动去了 对 等一下 我走 他说他也要过来找我 他说 刚才我们一起来的 然后呢 他回去 他回去 他住在那里 去去去换衣服去了 对 谢谢 谢谢家伙妹对阿伟的认可 来直播间 两千多人了 咱们 打一把善人 好吧 人气往下走一走 好吧 人气往下走一走 就说不管是 就说不管是 斐师妹也好 不管是现实做的朋友也好 就是我阿伟能做到的事情 我会尽量全力以赴的去做的 知道吧 谢谢 感谢点赞 谢谢 人气往下走一走 好吧 小娃 我 这不是你的垃圾 拿过来吧 感谢感谢点赞 谢谢 小娃也和我一起来了 来我家玩了 刚才我们一起吃饭 然后 现在我就直播 给大家聊聊天 来直播 二千五百人 马上上一下人了 咱们 打一把善人 好不好 家伙们 给大家打一把善人 辛苦了 辛苦了 对 打一把善人 二千六百人了 马上三千人了 咱们打一把善人 好吧 今天比较累 但是也有点想你们 等一下 我爸回来了 我要跟他 谈一下 谈一下 聊一下 我觉得 我现在很 就怎么说呢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但是我 我始终心里面 很不舒服 知道吧 如果当初他不这么逼我的话 我现在也不至于这个样子 真的 现在我每天 我本来我想好好的把事业给做起来 但是又影响到我的心情 我就没有细心 没有细心去做 真的 所以我现在很讨厌我爸爸 有时候 我想起那些事我就有点讨厌他 知道吧 虽然他是我爸爸他是为我好的 但是有时候我真的 我觉得 我想起那些事我就就心里很难受 为什么 做个老 做个老伴为什么要这么这么逼儿子呢 是不是这样 家人们 你们说是不是 如果当初他不这么逼我的话 我我现在也不至于这个这个样子 现在什么都完了 太晚了 来不及了 知道吗 家人们 已经完了 感谢点赞来 直播要三千五百人了 咱们打一包上人好不好 真的把我整的细细不好 本来我也只想开开细细的走下去 每天没有什么烦恼 开开细细的把我事业给做好 但是为什么老是 让我有一些烦恼呢 你们说是不是 感谢点赞 谢谢来 直播要四千人了 马上五千人了 来咱们打一包上人好不好 今天晚上 我就给家人们说我的心里话 我把我心里面 这一直以来 一直查在心里的这些话全部说出来 好不好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吗 你去哪里了 去运动了一下呀 你老妈呢 他去做美容了 好像美容 这老婆真是 哎 你们怎么就回来了 我今天 有点心累 然后我就回来了 哎呀 什么新的呀 不是跟跟那个什么 小五五种你们去去那个乡村那个 做的怎么样不 做的还行吧 现在我们是去看一些水果 老妈 他去他去做美容 没有跟你说吗 哎呀 谁知道 他说是找找找找 什么姐妹去去干什么 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天到晚就就迷恋这个这个美容 哎呀 你不要管他吗 这是他 注意一下美容怎么了吗 你你你你不有一天天天天外面跑吗 这里这里运动那里跑步的 哎呀 我们是为了健康吗 那这个臭美有什么意义啊 啊 这这这这这么大岁数了 没给谁看 你去健身 你可以带着老妈去一起去啊 对不对 我让他去啊 他不去啊 你一个人去 那你都不管他呢 肯定 什么我不管他 我让他跟我一起跑步 打大球 他就是 就喜欢跟他姐妹在一起 哎呀 这个 那个那个美容有什么美的吗 啊 我就搞不懂 非要啊 这个打扮成 那个十七八岁的 有这个必要吗 你不要说了 你做的都是对的 对吧 别人做的都是错的 那老妈去做个美容 那女孩子 她保养一下 怎么了 是不是 保养给谁看吗 我又没嫌弃他 对不对 现在我不是 我不是说说你什么 我觉得你有时候有点自私 我自什么事了 啊 有时候你你做的 反正你做的都是对的 别人做的是错的 谁说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都是对的了 啊 你自己心里面清楚 我什么清楚啊 你是什么在外面遇到什么呢 啊 回来跟我滑去 没有遇到什么 我只是觉得你你有时候也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对吧 不是说你你你你你想的或者你做的都是对的 别人做的都是错的 没有什么时候我说的啊 你的事情 那个我不是让你那个了吗 我也没有没有啊坚持了吗 你怎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 我啊 啊 几十年来啊 第一次说我啊 我总是对的 你也知道我一直都是 想到你是我老爸 我一直都是尊重你 但是一直都是听你的 我也尊重你啊 我也没有强迫你干什么吧 但是你心里面清楚 有时候你你有点自私 真的 我就不知道了 我自私在什么地方 啊 阿伟 这么多年了 我还自私了啊 为了你们牟尼俩我啊 干死干活的 我还自私了 我知道 我也有时候做的不对 但是你 就是有时候太自私了 我慢慢的想 你自己回想一下吧 反正你觉得 我说你什么 你又觉得那种 你自己回忆一下吧 你做的事情 是不是是不是有点 有点过分 有点 有点就是自私的那种 哪些事情 这样这样 今天男人聊聊天 你赶紧去洗澡吧 我洗什么洗什么 才运动完也有什么 你你你去洗澡吧 你我 我想安静 做一下 不要说了 没事没事 你说 我今天好好听一下 男人你说说 你赶紧去 你嘛 你的私心吧 你 我觉得我们两个 说也说不得 好好说一下 好好说一下 好干活 好好说一下 说什么吗 我哪一点什么 我什么事情 我就自私了 我就纳闷了 我说你老妈 去美容 这这怎么了 我又没有说他什么 他不再去美容了吗 那你说我可以知道吧 你说我可以 你说我老妈干什么吗 你你说我 还没说过吗 你到底外面 啊 你从小到大说我 还没说过吗 我妈 我妈几十岁了 她去做个美容 怎么弄你 就算是说你 不是都是为你好吗 你看你现在什么 成什么样了 对你别 你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这两天 那个啊 好意思 为了一个女的 你就这样 我都不说你 你说我怎么了 你看你这些 算怎么样 一个大难人 为了一个女的 哭过去哭过来的 那有点男子男的气概啊 你不会抖我的 老爸 你赶紧 我怎么不懂 我怎么不懂 有什么我不得了的吗 不是说等了不等了 知道吧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想法 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你的想法 你说老爸 我支持你了没有 啊 你 你 我 你 我前面 我说你跟啊 谈谈的事 我谈不你了吗 我觉得感情方面 是我自己的私事 我也没有强迫你吗 不管我选择谁 对吧 你都 你都不应该 这样子去 上次我们谈话 不是说了吗 我们尊重你 对不对 但是你自己好好把握 我们有强迫你吗 你 你赶紧去洗手 把今天把话说清楚 怎么就挪到我自私了 啊 我这不为了谁啊 没有必要说了 什么叫没必要说 反正你觉得你 什么叫没必要说 我就跟你说 你觉得你做的都是对的 就可以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是对的 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是对的 你自己没有发现吧 我不也在给你啊 给你自由吗 上次我给你讲了 你自己去好好把握 你现在给我自由 有什么用 你不要提这个事情了 我不提这个事情 你一个南山大山 你别以为我没看 我不好说你 我跟你讲 你跟阿 以后会怎么样 我 我这个上次我就跟你讲了 你自己的事情你好好把握 但是你看一看你啊 男子还大账户 我把握什么 你给我坐下来 坐下坐下 你你赶紧坐 我不想跟你你说过了 你给我坐下 你这么大了 对不对 来家人买直播家家人买 现在有八千六百人 马上九千人了 你没你没说是我的错 还是他的错 对不对 你你虽然是我老爸对吧 你是我的战备 我珍重你 但是你也不要把我 我强迫你没有 我强迫你没有 没有强迫你吗 给了你自由的吧 我也是二十多岁的一个男人了 对吧 对呀 你很好意思说你男人 我为了给女的哭的那个样 你不要说这个事情好吧 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不能说 给你没有关系 这个事情 怎么叫没关系 给你真的给你没有关系好吧 那你是不是我儿子 你不是我儿子跟我没关系 我跟你讲 我是你儿子 但是但是你 我又没有强迫你要取谁吧 来打一包折冷 家人们打一包折冷